前總統李登輝試試 他安眠的地點 要選在哪個地方 現在成一個話題 家屬的意願是希望他 安站在五指山的特訓區 這個地方是 特別有一個地方給他 但是因為他是 第一個民選的總統 他跟其他人的政治地位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在特訓區的排序 就成了一門學問 不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因為他附近躺的人 可能都是中黨愛國的將士 那麼已經傳出有一些枷鎖 對於說李登輝 這個被封為台獨教父的人 要跟他們的中黨愛國的將士們 安葬在這個統一區裡面 可能家屬會就會有一些感冒 這怎麼辦呢 我們先這樣講 因為其實大家都想說 那總統即使是現任元首過世 應該是用國葬法 可是問題是國葬法 已經修了70幾年 跟現在的社會非常脫節 所以目前初步 總統府跟行政院是決定 不按照國葬法 但比照國葬 這個中間很吊詭 我們現在回到實際的土地問題 因為大概確定了李登輝前總統 是安葬在五指三軍人公墓 軍人公墓裡面有特勳區 特勳區就對國家有特殊重大貢獻 然後可能拿到了青天白日勳章 這種等級以上的 可以在那邊 所以大概身邊可能就是以前當過 譬如說 上將 參謀總長 總司令 這種等級 上將以上的 目前看到一個特別的狀況 就是特勳區的最高處 第一排跟第二排之間 有一個空地正在施工 當時有寄的去訪問 他們說這是我們突然拿到的 一筆經費要做水土保持 這水土保持的概念就是 那個地要重新整 整完之後才能空出墓穴來安葬 但就像這個 曜卓剛講的 他的那個區域 附近都是當時的黨 愛當時的國 但現在以李登輝的身分地位 跟立場的話 有另外一個考量是 吳子山公諾 其實只有十個士兵 六個軍官 那你把李登輝安葬在那邊的話 會不會有人去鬧場 會不會有人去破壞 因為實際上是管不了 那邊人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再加上譬如說你附近 其實這也是兩蔣不願意 前來這個地方最主要的原因 是 因為你連在這個 他們的靈寢 就是在大溪那邊 都被破紅漆了 對 好 但是我們先拉回來 因為這個畢竟 地點在哪邊目前還沒有確定 只知道大概在特勤區 現在傳出來的位置 可能是這地方 這個地方圈起來 就是特勤區 那原本空位只剩下這個地方 因為幾乎都快要滿了 28個位置 剩下5個位置 可是問題是 李登輝如果在這個地方 這個好伯村 是在這個地方 會變成什麼 變成李登輝在下面 然後好伯村在他的上上面 所以他們另外在這個 原本不是特勤區的墓園地方 另外找一個空地 所以這個地方現在施工 只是不確定 還沒有正式宣布 是不是施工的地方 就是李登輝安眠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先來後到的挑戰 後面到底怎麼爭論 我們還是要再等等看 但問題就是 國葬法的國葬 在最早的時候 還要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我們剛剛講為什麼說 不適合現在的狀況 是因為他要在首都 找一個國葬墓園 現在台灣的首都到底是哪裡 可是我聽到一個說法 他們說這個國葬法 他們首都 其實已經不在南京了 現在在台北可能有爭議 這個聽說是模糊焦點 真正敏感的是 因為國葬法裡面 有講到說要覆蓋黨旗 因為當年國葬法修的時候 國黨是合一的 所以你看我們先講 唯一適用國葬法 曾經做過的就是 嚴家幹前我們的 前總統 因為他當時過世是總統 你看首先要找黨政大員 當至上大員 然後黨政大佬覆蓋黨旗 因為當年國民黨 跟中華民國是分不開的 你現在的黨政大佬 是不是民進黨的黨政大佬 這該說 或者是台聯黨 對 黨旗是台聯黨還是民進黨 那這個到底怎麼辦 這就複雜了 五院院長覆蓋國旗 這個就沒有疑慮了 這個就是被極埃榮 而且怡靈起零的時候 我們的禮炮連要出動 21箱禮炮 那出兵的時候 前面要有24輛憲兵摩托車引導 所以中間到底所謂的 比照國葬到底是怎麼樣 可能執行面還是有得討論 但實際上蔡英文總統 今年6月就去現地探勘過五指山 因為據說那個時候還下大雨 蔡總統還特別冒著大雨 去看了那一塊地 就我們剛剛講 可能要整地的那一塊地 然後還特別交代府內幕僚說 李登輝前總統如果過世之後 國葬事宜到底要怎麼做 所以目前才會這麼快就確定說 我們不會依照國葬法來進行 那蔣林的問題就是 其實一直有一個說法是 要把那個大溪林寢 移到這邊來 讓他們入土為安 那可是在2006年蓋了之後 閒置到現在長達14年 那有種種的原因 第一個蔣家本身意見分歧 因為有些人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想法到底怎麼樣 他們覺得要反攻大陸再運回去 結果就是要安葬在這個故土 其實他們考慮的點很多 但是公開講的理由是說 希望可以回到浙江 是 但這個就有爭論 到底對岸接不接受 時間適不適當 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有另外一派 比較特別的說法 是那個區塊 不知道是因為風水 還是排水問題 出現了硬屍 那一個地區的17個木 被啟出來之後 發現棺木都泡在水裡面 那你知道硬屍不利後人 也不利整個家族 所以蔣林到底沒有啟用 是因為風水關係 是因為兩岸政治關係 還是家人關係 至今不明 但五指三軍公墓 是不是有一個區塊 排水不夠好 這就是值得繼續探討的問題 今天所有全國的新聞 矚目焦點 都在李登輝事事這件事情 包括了所有黨政記者 社會記者 其實全部都在跑這一條新聞 沒有想到今天一早上 居然發生一個更大條的新聞 這個立法院居然被搜索了 而且這個檢調有備而來 繽紛總共多達65路 找了好多立委 連他們的主任也都開始搜索 辦公室也搜 住家也搜 不過這個過程當中 案情當然是跟搜狗的搜匯 是有關係的 只是大家很納悶的有幾個點 包括怎麼又是蘇正清 包括有些立委家裡面 居然收出了現金 現金920萬 這些都讓大家很側目 明日今天就在立法院 這個搜索的過程你怎麼看 它是拂曉初級 可是我們得到消息的時候 檢調已經是整個大規模的進來 那我跟我的攝影 我們就躲在立委的辦公室那邊 就看到這個檢調就是一箱一箱的 就把東西都拿出來 確實這個消息還蠻令人震驚 而且是無預警的 今天就整個到立法院來進行 這幾年可以算是最大規模的搜索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這一次的 剛剛你說檢調 他是出動了27名的檢察官 跟7名的主任檢察官 一共是發動了4組 4組的這個檢調人員 還有200 包括230人 北中南同步的對65處處所 還有63個人約談到案 那更令人震驚的是說 這一次的立委是整個跨黨派 我們來看有誰 你看國民黨是這個陳超明 那還有一個廖國動 對 那民進黨的話是這個蘇振興 待會兒講怎麼又是蘇振興 那還有包括前立委陳唐山 那另外還有無黨籍的這個趙政 他雖然無黨籍 但是他跟民進黨是一起合作 通常他會配合民進黨黨團的運作 不過滿吃驚的是 時代力量的黨主席徐用明 會以為黨主席 而且時代力量標舉的就是乾淨 如果他真的有收會的話 我覺得時代力量好好檢討 對 確實是滿諷刺的 那我必須要講說 剛剛耀州一開始有提到 因為今天是立法院的修會 所以必須你這個檢調 要先通知立法院院長 得到他的同意之後 你不能隨隨便便進入立法院 所以立法院 這是立法院長的同意 所以可以進入院方來進行搜 立法院進行搜索 還有今天這時間點也滿怪的 因為是李前總統逝世的隔天 所以最近是多事之秋 所以大家會質疑說 你怎麼會選在這個時間點 不過檢調有說 其實他這個不是突如其然的搜索 他這已經佈現了八年了 八年 對 而且是檢調從去年開始 已經鎖定了一些人 所以開始進行監聽跟監視 那赫然發現就是說 你連這個調查局的北部的機動處 他在去監聽監視的時候 是直接拍到 直接拍到業者拿錢行賄給立委 跟國會助理的畫面 所以你有鐵鎮鎮的畫面 就直接被拍到 那再來講就是說 你剛剛講到一些疑點 當然第一個是陳唐山 因為陳唐山 其實他這幾年就不會言 就是說他就是幫SOCO仗義直言 他也承認他跟李恒龍是好朋友 可是如果現在就是也查到說 他涉案的話 有收賄的嫌疑的話 確實是滿諷刺的 那第二個大家就直接想到說 天啊 怎麼又是蘇正清 大家還印象記得 在不分區立委的爭議之前 蘇正清有先涉入了 這個陳美才的掏空案 後來他當然有自清 那這個案子 民進黨的這個聯政調查會議 後來也沒有這個成案 那後來這個最近不是 他跟他的這個阿淨 這個蘇嘉全 也又捲入了這個印尼的 國營事業的這個投資嗎 那現在這個跟國民黨 還在這個互相告來告去的一個部分 就是兩個案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一次又查到了蘇正清 而且根據媒體報導 而且目前了解就是他好像拿最多 最多這個收賄有上千萬之多 那再講到就是說這個趙正宇 趙正宇是直接在他家 就是拿到了920萬的現金 不過現在要強調都只是疑似 那檢調目前是以這個貪忽 制罪條例跟收賄的方向來處理 最後要講到實例 因為實例最諷刺的是他們昨天還在批評 這個遠東集團那個雅尼的徐旭東 說他怎麼這幾年花了六千八百萬 全部都政治獻金給立委 他們就質疑說 是不是這個有目的的捐錢給立委 讓他們要為雅尼案來護航 結果你昨天才去質疑這個政治獻金 結果今天你的黨主席 就被爆出有收賄的這個疑雲 那當然現在這個時代力量發了聲明稿 是說徐永銘還在接受約談 也要求他到黨中央來做說明 那如果說這個事情釐清之後 再跟各位來報告 當然這個案情裡面 有牽涉到收購的經營權案 不過在偵辦的過程中 也有案外案 包括了土地更改 案情的部分 朱大到底是什麼發展 我們先講 這件事情要拉回去 跟公司法的修法有關 公司法第九條經濟部 因為發現太劉甄之案 包含他跟遠東集團之間的行政訴訟 就是你在如果董事會開會的時候 如果有偽造文書 或是偽造印章的狀況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撤銷他的決議跟登記 那公司法第九條 後來成功的修訂 修訂是說可以 可是問題是裡面有一個爭議是 到底可不可以設計既往 因為這一條的修正 那時候被稱作收購條款 因為如果他可以設計既往的話 那徐永銘就要丟掉他的這個 對於收購的經營權 可是法律可以這樣量身訂做嗎 我們這樣講 就是能不能塑集既往 是一個基本概念 基本是不能塑集既往 可是特例可以討論 能否塑集既往 就跟黨產條例一樣 你說黨產條例 國民黨取得的黨產 是不是可以撤銷 或是把它默入到國家 就值得討論 所以當時就有一陣角力 角力到了最後 其實是對徐旭東有利的 因為他是符合法的基本原則是 不能塑集既往 那就對徐旭東來講 那他的入主就是成功的 那可是今天出來的案子就是 原來李恒龍這個儀式有把 各黨各派 請注意這是藍 這個藍綠黃 三種顏色都有 希望他們能夠 第一個幫他主持一個公聽會 因為他後來引進了新加坡資 討論說新加坡資這個經營權轉移 有沒有牽涉到國際訴訟 跟國際的經濟貿易協定的問題 再來這個部分 我們坦白講 裡面有幾個立委 其實是很新的立委 也就是說佈現八年 可能不是一開始有幾個人 譬如說像趙正宇 或者是徐永明就有參與 可能是到後來才有 但中間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也許慢慢真相會出來是 掛線監聽立委 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好 那因為他找到了 這一批裡面給白手套 就負責轉交錢的那個人 一個姓郭的人 一路順騰摸瓜 又摸到趙正宇 因為有別的案子 也是透過這個白手套 所以趙正宇可能是因為經驗 比較不夠 才被查出900多萬的獻金 還放在家裡 當然這些案子 目前都在偵辦當中 也希望可以聽到 當事立委他們自己的說法 可是大家很納悶的是說 立委家裡隨便收 就可以收到現金920萬 我也希望我的家裡面 可以收出920萬這麼多錢 那在大陸 中國大陸 他們家戶收入其實 就沒有這麼多了 現在平均家戶收入 最多的地方 第一名居然已經是上海 不再是北京了 不過雖然他平均收入高 但是富人之都不是上海 是北京 很多人都想說 中國富人在上海 那事實上來說 以收入來說 真的上海最多 最近中國大陸公佈了整個上海 全國的一個所謂人民的一個收入 上海人36600塊人民幣 超過北京成為收入最高的 這是月收入還是 年收入 年收入 平均的年收入 上海的人超過2000萬人年收入 北京也有接近2000萬人 可是他們稍差2000塊錢 34600塊錢人民幣 但是北京的富豪還是最多 那為什麼 很簡單 北京他只要內三環 你隨便有一間房子 隨便就超過1000萬人民幣 因為北京房價之高 因為有一句話在說 不到上海 你不知道你的錢多少 不到北京 你不知道你的關多大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那個所謂的產業的敲敲板 在做正大的一個移動 例如說過去我們都知道 中國最有錢的人是誰 之前他叫王健林 王健林他在2016年的時候 身價高達1700億人民幣 他有200多個萬達廣場 10多個萬達城 請各位注意是城 他就是有自己來造證 80家五星級飯店 1300家的一個戲院 兩家美國公司 一家英國遊艇公司 現在居然負債4000億人民幣 各位 親愛的觀眾 才四年 王健林在最 我們用台灣話講 最貼壞的當初 他曾經說過什麼話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萬達到的地方 你們國氣 你們的整個所謂的央氣 沒有辦法有任何的一個 插足之地 這麼囂張 他可以講這麼大的話 但是我們說一時何東 一時何西 因為這幾年王健林他在 全世界舉債 舉債很多很多 可是今年剛好遇到了 新冠肺炎 屋漏又逢連夜雨 我就問各位最簡單的 電影有沒有人看 沒人 商店街有沒有人去逛 沒逛 然後買房子的一個部分的話 他們最早的部分的話 他們怎麼樣 他們就是所謂的打折 所以我們最近 我們就可以發現 萬達一直在拋售資產 拋售資產在償還債務 而且我認為這個會還不完 因為前幾年中國地產公司 在全世界發了很多債 這些債的利率都非常非常高 可是現在 現在全世界 各國央行的整個總裁 都把它往下降降到零 為什麼 他要讓企業活下去 可是這些發債的 他們就會沒在休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萬達酒店賣 然後芝加哥的物業賣 萬達影市 股東從44個減到23個 然後房地產轉讓了13個文旅 77個酒店 寶貝王這個股份公司賣 萬達體育也賣 可是這當中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是過去的大陸王 大陸的首富 這個叫王健林 王健林來到這地方 負債4000億人民幣 可是這時候 一個少年英雄又跑出來了 這個少年英雄是誰 原來他就是拚多多的創辦人 他叫黃貞 今年才40歲而已 結果最近大家突然間發現 他怎麼成為 中國第三大的一個富豪 他資產高達356億美元 美元 我剛才小時候數字 比他少那麼多 結果他是美元 換算成台幣接近一兆 換算成台幣接近一兆 那他在做什麼 原來發現黃貞他過去在幹嘛 他本來只是Google的一個員工而已 然後後來就有人發現說 騰訓的老闆馬化騰 他就說這傢伙真是人才 所以他從Google離職完之後 他就成立了一個電商 他叫做歐庫網 然後2015年成立了拚多多 這個拚多多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對騰訊來說 我自己有微信 那我總不能說 人家所有的人都在我這邊 丈夫來不去 我自己還去做什麼購物平台 這樣人家阿里巴巴 人家那些天貓 叮咚會不會說 你球員兼裁判 會不會這樣講 一定會這樣講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人 來做一些辛苦的事情 這時候黃針出來的過程當中 他就做了拚多多 拚多多什麼叫拚多多 你越拚越多 買一件一個價 買兩件我打折 買三件我再送吉他的給你 這麼划算 所以大陸人他們在二線三線城市 最愛做拚多多 買拚多多優惠價格 社群操作 五年的時間 市值接近700億美元 成為中國第二大電商平台 那後面誰來支持 當然是微信支持 後面的部分的話 所以他們很簡單 我們現在買東西 特別好多人 在拿了什麼券什麼券 都要下載APP 他們說不用 然後很簡單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板塊正在移動 過去做產產的王健林 這個地方很辛苦 可是做電商的 成為中國第三有錢人 錢很重要 但是現在對全世界來講 更重要的應該是 疫苗這件事情 美國告訴大家說 最快在今年11月 這個合格的疫苗 就可以問世了 本來大家覺得 至少聽起來是個好消息 沒想到俄羅斯更狂 他們說10天之後 第一批就要問世了 休息片刻馬上回來